我相信 他跟这起事件没有关系 可是这确实是他的账户 如果你想掩盖犯罪事实 你会用自己的账户打钱吗 所以 我希望你尽快查清楚这件事情 到底是谁在幕后捣鬼 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 我不想让这件事情一直烦我 好 知道了 不过我想先请你 答应我一件事情 是钱的事吗 简阳似乎很喜欢她现在的工作 等调查结束之后 我希望她可以继续在公司里 做她的默默无闻的小职员 我知道你善于控制舆论 掩盖事实 所以 请不要让其他人认为 她是职场女感叹 双面女白饼之类的 莫名其妙的人 可以吗 没问题 没问题 家常菜最好吃了 比应酬喝酒什么的 有意思多了 杨阳 再这样下去 今年就会被你喂成猪了吧 放心吧 我怎么吃都不会胖的 郭先生 你知不知道你这句话 已经被评为史上最欠揍的 谁句话之日了 好 吃饭 找我来干什么 来到你吃饭啊 那是你 金颖有那么厚道吗 她肯定有什么事要释放 你去查一下这个账户 所有的相关情况 提醒你一句 可能会有被伪装的秘密交易 普通人查不到 普通人 我是普通人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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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让我查这个 你就不怕我查出 你姐夫什么黑幕来 谁姐夫 丽洋是尹总的未婚夫 那尹总就是你姐姐 她不是我姐姐 只是二十年前 她的父亲娶了我的母亲 那她就是你姐姐啊 我的父母跟她 她的父母跟我 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可是那她还是你姐姐啊 法律上的 丽洋就是你的姐夫 你确定这样的关系 不会影响你的判断吗 当然不会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你说说看 你确定要按照我的想法去调查 这个案子让你去查 就当做是提高 助手能力的练习吧 我不是你的助手 你是啊 我是成语公司的业务助理 我是成语公司的市场总监 你不是 我就是 你不是 我就是 问 我还在这儿呢 这衣服不适合你 这衣服不适合你 去 买衣服啊 出门 要吗 买东西 你的意思是说 我家里有的东西 你也都要买一套 靠着被子 指振香米 不是 你不是昨天还说 你无法理解的吗 纠正一下 是两套 不止于听说了 他也要 你不觉得 这是最好的决定吗 你做了大量的繁杂 低效 琐碎的工作 如果共享给我们 就能提高三倍的效率 胡静言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我欣赏你眼光 比试你的效率 这不矛盾 好 你让我自己去哪儿 那你来干嘛 你以为我想来 不得于今天出差 你是来当司机的 谢谢啊 茶厨吧 谢谢啊 茶厨吧 谢谢啊 茶厨吧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机器是张奖励一条鱼的 小姐真有眼光 我们这款床卖得可好了 我们可以躺上去试试 这款床绝对没有任何异味 而且非常结实 在床上滚来滚去也不会坏吗 先生放心 滚来滚去也不会坏 二位先慢慢体验一下 有需要随时叫我 你会在床上滚来滚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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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会 只有沉默才会在我床上滚来滚去 对了 简矫啊